HELLO 大家好 我是鬼哥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件前幾天所發生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的探險團呢 由於鬼哥的工作室還在籌備整理當中 所以這次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去 那我又聽聞他們說 因為他們這次去的地方 只是想要去之前我們去過的一間公寓 那收到他們那邊的主人的反應說 之前好像去處理完以後 好像又開始不安靜 我想說這次去過的地方 他們應該比較不會怕 所以應該不太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就讓他們獨自前往 我就在家裡繼續整理我的工作室 那當天晚上我在家裡面整理我的東西的時候呢 半夜大概一兩點的時候 我就又接到他們的電話 說他們去那個公寓的地方非常的不安靜 他們所說的非常不安靜 我並沒有想去去追問他們說 究竟是怎樣一個不安靜 我也只有大約的聽他們講他們的情況而已 那當下我沒有辦法立即趕過去的關係 我只能跟他們說 那你們就先離開 人有沒有怎麼樣 他們說他們三個還好 但是我聽他們的語氣 是覺得他們應該被嚇得不輕啊 可能真的遇到什麼事情了吧 不過還好的就是三個人的精神狀況應該都還好 沒有什麼事情 事後隔一天之後呢 我就獨自前往這個所在地 因為離我們這邊的車程並不是很遠 那我就獨自前往 看看這個房子裡面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他們去探險的過程呢 我沒有參與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當下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我獨自前往之後呢 唯一察覺有問題的就是 這棟屋子的主人 他可能以前想要走K門的關係 所以他供奉了特別多的這個 泰國的鷹盤 還有很多的這個古曼筒 其中還有一尊就是 可能是當時他們被嚇到的奇音 然後我就把他請回來 請回到我的工作室 那由於其他的地方 我都還沒有安置的關係 所以我也只能暫時的安置他 他就在我後面 暫時的先把他安置在這裡 帶回來的這一尊偶像 看起來應該也是泰國的 應該是他們說的鬼妻娜娜 由於這種神像只要經過開工加持 就很容易住進其他的靈體進去 一旦沒有人在供奉之後 就會有其他的靈體 嘗試居住在裡面 透過他們的方式去影響他們發現的人 然後將他帶回去 接受別人的傷貨 在家裡面要是發現這種神像 或者是開工過後的這些偶像 如果你們不想要拜 一定要好好的處理 千萬不要去這樣子丟著 因為丟著可能危害到的是你自己以外 再來就是危害到的是別人 因為他會去嘗試影響之後發現他的人 這非常的危險 萬一又是被一些想要走天門的人撿走的話 那這個人肯定是遭殃 也許他短時間會幫你 但是通常我知道的 還有我接觸過的案例 他們的下場都不會太好 這一次把他請回來的這個神尊 之後我會把他銷毀 那我也只是暫時讓他借住在我這裡 以免他再去危害別人 我也可能因為地方的關係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收留他們 這麼多的兄弟朋友們 如果廟宇跟參拜四面婆的地方 他不願意幫人家處理這些東西的話 最終我們也只能把他銷毀 當然不是消滅靈體啦 只是消滅他這個偶像 這個神像而已 讓他不要再去進駐靈體在裡面 那等一下呢 我會執行一個儀式 將他裡面的靈體推掉 然後把這個神像封印 不要再讓其他的靈體進駐 有被港人繼續張開 那裡有便的青龍 你隨便吃嗎 那裡會不會多吃 再去吃 那裡會不會太多 因為還是要不太多 的人真正 我居然慢慢地 那裡會不會太多 看到他 那裡會不會太多 你會不會太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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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